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懒人包子的做法 今天买了一把小芹菜 先把叶子摘一下 从中间掰断,把筋扯出来不要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清脆 水开以后,加一勺盐 放入洗净的芹菜焯一下水 约煮上两分钟,控水捞出来 倒进盆里,过一下凉水 准备一块胡萝卜 切片,切条以后再切成小碎丁 准备一块老豆腐,先切成片状 最后切成豆腐丁 在豆腐里面打入一个鸡蛋 搅拌均匀,让豆腐丁都裹上一层鸡蛋液 油热以后倒入豆腐丁,均匀的摊开 煎至底部金黄以后,拖起来换个面 用蛋液包裹着豆腐,煎好以后特别的好吃 用铲子压碎一些,倒入胡萝卜丁 加入盐 五香粉 蚝油 换拌均匀就可以关火了 盛到盘子里晃着凉透 芹菜控水捞出来,切成小丁 几颗小葱也切碎 倒入煎好的豆腐丁,淋入一些香油 然后搅拌均匀 香喷喷的芹菜馅就调好了 这是提前准备好的饺子皮 稍微擀薄一些 晃入适量的馅料 用大拇指一推一捏,八口收住 包子生胚就做好了 起锅烧油,换入生胚 先开小火煎上两分钟 底部金黄以后,从边缘淋入淀粉水 没过生胚三分之一处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煮至水分完全收干 听不到滋啦滋啦的声音时 就可以打开锅盖了 哇,好香啊 这样做的小包子,洗薄馅料足 底部焦香酥脆,想不想吃 历秋后给家人多吃一些芹菜 可以促进味肠到蠕动,煮消化 搭配上胡萝卜和煎好的豆腐 虽然没有肉,但是一样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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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